叫好禮哦 叫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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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懂得了体谅 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 当你明白了这道理 你心情将会更开朗 专业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树芬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台湾对2003年开始 有很多对印尼 外南 台力 嫁来台湾的新著名 我们今天的主角 曾是蓝师姐 他的故乡在外南 也是一位台湾新部 数据刚嫁来台湾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 中文里都看不见 也完全不想说 在这个生活习惯 都没同样的地方 如果遇到困难 它是变成这个问题的 我们就说今天看 今天的故书 其实在哪里都一样 在台湾跟越南都一样 自己不一样讲话的 这边跟他们在中前亲户 这边是一样的 西山班的工作 还是一样的亲户都一样 在哪里都一样 有好人啊 有不好人啊 他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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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穿这一条出去吗 嗯 压 嗯 你吊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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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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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人 我跟人 你好像是男的 快 今天幾號 二十號 對 二十號 我是去 去哪裡 去舊山 小人國 有鬼屋嗎 一個人 一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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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小家生子 對 它還沒有 比較少人的東西 它晚上都好 快 夜 一彎 一彎 最後一個人 found the old person 真好 這次鯽 幾百姓 和親的阿公來自大陸安徽 和親的媽媽是個男人 媽媽跟和親說招好的故事 這是外婆跟她說的 故事是說 一個有錢人 向三車人定義什麼都有 結果三車人 拿出一項他沒有的東西 是一個拜拜用的孤兒 有錢人受到怕陷 當中變成一隻招好 不斷發出矩矩的聲 你不斷發出金 command 這個 Marvel 王女 了她來自家日注告 fired propos 當noi number 我就有搭味 regulating her lodaro 扔帶她 她給我 老婆 就是這個 總共看過了 別人 isolation 讓這個人 第二點 又两次 這樣很晚 老婆也不認同 之前 fenomen 四個 很漂亮 她自己都不敢 而且她行李也很高 後來我又不敢 後來她最後看到阿蘭 因為我去學做衣服 沒有去中田 哥哥姊姊都去中田 我覺得我去學衣服 還好沒有那麼累 所以我幫媽媽煮飯少帶 他們回來吃就好了 以前我都不會講 不會聽 因為那邊沒有學這個中文 因為好強烈 後來有一個表妹 她沒嫁過來這一邊 後來她問我要不要去結婚台灣 後來我說好啊 那個時候 因為沒有講那麼多 我也有一點害怕 因為我不會講 不會聽 可是我看她很好 很好 我沒講那麼多 因為我的哥哥姊姊 都是結婚在越南 我媽媽都因為我去在那邊 她說幾個一個人 我保持一個門外國 他有點發 後來我沒想說不用發 我自己去外國結婚看看怎樣 所以我想去外國看看 對 老公帶我去很多地方 因為她說 以前我家在越南沒有 去很多地方 來那邊她帶我去 她帶我去很多地方 對 她帶我去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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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帶我去很多地方 這跟越南有一點點很好玩 嗯 這個是很遠 這個是很遠 有個很大很長的橋 那個好大 壞到搖晃的夢 想要看新世界阿蘭 去台灣後 就遇到一般新娘 很少遇到的祖母 她剛嫁過來的時候 我媽媽就已經接近70歲了 老人失智的問題 精神狀況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剛來的時候 媽媽也要接觸一個新的成員 進入到家庭裡面 那可能對越南人也不是很了解 因為我這邊走出去 就是二三姐姐 你們有個女孩 要開始教教 她不希望媳婦碰她的東西 就覺得說這個是我的炒菜鍋 然後這個是我的冰箱 這是我的電鍋 叫她吃而已 她說你們走你們吃 可是走好了 她說走得還不錯 叫她吃而已她不吃 雖然是在一個屋簷下 但是是各用各的東西 連碗櫃都是分開的 有時候她會亂丟東西 少少對外來的一個人 那媽媽可能還沒有心理準備 因為老公說 媽媽她有兩隻麵這樣子 不要玩她 我是聽弟弟說 她如果爭執到什麼的時候 我媽媽會把弟弟的鞋子藏起來 有時候我們出去玩 後來她把我的椰子 她丟了一下 後來我們回來撿上來 我看她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還是怎樣 她這樣子我不知道 可是我來了 她也有 有吊吊了 不過這樣子也相處了三年 就是了 我弟弟我覺得她邏輯思考跟人家都不太一樣 就是當完兵之後 想法跟一般人會比較不一樣 但是又還能上班 就是想法 我也不知道 這很難很難解釋 她會在做事的先後秩序上 會跟一般人比較不太一樣 對 或者是說應該有時候也蠻固執的 不是說很好溝通 對 她沒有去上班好幾年了 我嫁過來了 她沒有去上班了 快 快七年了 那個時候我來兩個月 我有化驗 怎麼辦 一直每天在家 媽媽行 她會叫叫 後來我說 好還是叫老公幫我去找工作 好 語言剛開始是比較不通 只是早會跟她講一下怎麼樣去 所以我也很常跟她聊天 第一天 我發現我只吐 我吃什麼我都吐 所以老一年她說 這樣子 會很累 她是休息的 三晚小孩來這邊工作 她也很好 小孩那個時候 我對她都慢慢長大了 她有時候她會學媽媽 有時候我會帶她出去 我以後她也很喜歡她 她跟她玩 有時候我會帶她出去 可是她帶她出去 我以後 她帶她出去 我以後 因為媽媽每天站著 我跟她工作 還是我搬去外面 讓她好一點 因為我自己更想愛住 我叫她留在邊 和婆婆 就這樣 阿蘭認開了生生的家 帶和親 冠軍也是嫁來台灣的標母 他們家 我就是第一期白天都去上班 小朋友白天的話 由爸爸顧 然後晚上下班的時候 就是媽媽會接回去 接回到租房子的地方 那一大早媽媽要上班的時候 再把小朋友帶回來 爸爸像這樣天氣好 就會帶出門去玩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辦法念書 還很小 就是帶她到處走這樣子 那下午就要爸爸帶妳去吃 好不好 爸爸每天都在休息 現在都不到我去 因為她一直跑出去 因為姑姑給她錢 她都一直跑出去 因為以前我住在表妹那邊 她有拿那個 漢燈那個 她先坐過來 她介紹給我 她剛剛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那時候剛進了一看 我怎麼有一個小學生在那邊 然後我去收送貨的時候 有幾次就看到 因為她怎麼騎腳踏車 她支援回收一些東西 堆在外面一樓那個地方 然後我問她妹妹才知道 她就有時候收入不夠 然後她會到處去收集這一些 要準備賣的 那就因為這樣子 表妹就開始拿一些 給她試看看 然後試完了她就悄悄地拿給我 這個這樣子做得可不可以 我就看一看看一看 然後她就說 那個是那個阿蘭做的 然後我才開始拿很多空板子 開始給她試著加工 這麼大的盤子 每做完一盤就有這麼多東西 這樣她移來移去 她就一邊生活 小孩子玩 一個窗戶 然後旁邊就是一張椅子 找個東西墊著 她就開始這樣工作了 那時候我記得她的小朋友真的好小 還很小 都還抱著 然後她是在好像在後面 廚房那邊對不對 弄一張那個小朋友讀書的那個 那個小桌子啊 那時候還沒有桌燈 靠那個天花板下來 那個有一點昏暗的燈光 她就這樣默默地做 她是這樣開始 真的很省 真的很省 我覺得她們都是有點像一家人一樣的 有時候能幫到馬龍 幫上馬龍就盡量這樣 開始呢 我從來不會做嘛 都是來問阿蘭叫我 一步一步叫我的 還有老闆最辛苦的一個 一個辛苦的老闆 真的很感謝老闆 很包容 從五位老闆的叫都會 在台灣已經是西洋工業 很多工業都收到中國大料 不過她還是流下來 因為她感覺也是有很多人 譬如說外籍媽媽 需要這份康復 我自己穿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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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越南這邊 習慣穿穿衣服的 所以我來這邊呢 去做一服 那個老闆 我 他叫我車看看 我車馬上說 接受我 我身上 對對對 我也會穿 我們家都是我幫他們穿 自己穿 這樣 帶一杯勺 帶去老闆上面 給老闆 撿老闆 給老闆車 我看一下這一次 你又帶什麼怪的東西 哇 洋飯 哇 吃三天三夜 我說我們來這邊 風到車車啊 好的 所以我 覺得也南跟台灣差不多 有好就不好啊 我覺得 辛苦或者難過 還是怎樣 我都過 去哪裡都一樣 以前我都不會講 不會聽 可是去那邊 每個老闆 他都接受我 所以到現在還好 就是說我跟我姓 會比較特別 會去關注到他 因為他叫過來 是比較辛苦一點 看起來 他叫做一輩子 除了 我有時候 找到處 有什麼事 我現在在山洋 他跟大山 他叫做山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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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要去讀書、去關心我 還有送美、送面 因為有活動了,隨機帶我出去玩 好 好 我帶我去花毛店看看 很多人的幫忙 又老人 我回家 回來我覺得 那一有人那麼老 他還是去幫忙這個感覺好感動 後來我給他拿去解釋好啊 幫忙環保 那上面這個長不看報紙 你老公不看報紙 你們越南的報紙平常多不多 沒有 鄉下很少看那個報紙 你們鄉下不看報紙 對 那你現在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啊 其實全球都在推動這個資源回收在利用啊 那我們實際在世界各地也都是這樣帶動的 所以你也可以叫你表姐啊 或是帶你的好朋友也來做 對 對 對啊 我想說有空空不來這邊 那姐抓這樣很好啊 對啊 要她一起來啊 你的表姐對不對 不是表姐 表妹 表妹喔 表妹 對 可是她什麼都不一樣啊 嗯 她跟我不一樣啊 嗯 所以我剛剛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對啊 好 對 兒子現在上課還好吧 對 後來你老公 決定要把那個孩子的父親牽到哪裡 你還是決定到石盤啊 沒有 後來要大家幫忙 幫忙 他就丟那個有人來幫忙 真的啊 好 那我進來 我進來 我進來 阿蘭帶到何慶在外面生亡 也一個年已經過三年 後來大家翁姓 阿蘭就帶到何慶搬回家 回家 回家的中心安頓的時候 何慶的阿公發現一件怕人的事 阿蘭搬出去之後 家裡也比較亂 所以我在整理家裡的時候 就發現這一疊收據這樣子 就捐款收據 那個金額還蠻大的 那我 我一時沒辦法接受就是說 為什麼 弟弟一家人 現在過的病不是那麼好 可是為什麼還要捐這麼多錢出去借 所以我就打電話到慈濟那邊去 那慈濟後來知道這樣的事情之後 就主動來關懷就是 我弟弟一家人這樣子 那個樓 我今天要出門的時候 我女兒還跟我講說 媽媽我覺得你怎麼會選擇 訪式的功能組呢 這樣對我們的家庭影響很大 我說譬如說你每次回來 你都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個案它的遭遇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聽了 我們都會覺得很難過 你為什麼都要跟這麼難過的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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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 每一個個案都是我們的老師 像四男人 在他身上我學到的更柔軟到真的 他那會很分調的 非常地單 很純淨的 很純淨的學習 而且在我們的個案裡面 也有很大的課題 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一個很標準的答案 但是那個共同解題倒是一種樂趣 當解答 他找到答案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答案往往都是在自己解題 你看到他沒有苦味 看到他很單純很純淨 剛剛二排 失誤 別怪... 那一件事 要起來 大概是四千歲 妈妈从来没有带她出来玩过 因为我就说妈妈为什么不带你出来 妈妈要赚钱 妈妈不是煮饭 就是做菜 你问她她就说妈妈都要上班 有几次就是我出来也顺便带弟媳出来 我就觉得他们连出来确实有困难 她的菜单对她来讲就是天文字 她完全没有办法表达说我要吃什么 久而久之我才发现说 她不是不愿意带她出来玩 她出来太痛苦了 不然的话我知道我如果今天没有回去的话 她六日就是关在家里 最多就是来公园走走 小朋友刚有的刺激她都没有 晚餐因为礼拜天的晚餐 我还是会喂她吃 她也会很贴心的 她就说我现在有两个妈妈了 我说啊 因为她有时候就会有点 她觉得可能喂她吃饭 照顾她就是妈妈 我说没有没有我是姑姑 她说她查得我现在有两个妈妈 我跟她还是一样的 有时候就我回来十二点 我说晚饭 我说因为一点了 我说我赶快赶快吃人 我去环保那边 她说别管去了 她叫我休息一下 她叫我休息一下 就没关系了 我不会累了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跟我一样 我想叫某人 大家都跟我一样 有时候有时间去环保那边帮忙忙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 有没有愿意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他们心都不一样 小姐的辛苦边 因为有家来的人 董事 老家跟小姐小姐的关心 会感觉到高兴的温暖 虽然生活还需要打拼 但是她会感觉高担 还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位 守心向下的人 所以不然去环保站做分类 也非常愿意保持 对她来说 生活过得很简单 孩子可以平安大学 就是上班教的事情 早跟菩提亲感们 待会儿给我们收看 我们下次见 讲这边 拍拍手 好 开始 好 拍 叫人吧 快点 快点 拍手 叫人吧 叫有没有要 这什么歌 那你歌不是老师 可是我会唱歌 唱那个歌 我回音乐 你歌后 唱的歌